这个贵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 决定谋害太子取而代之 以过节为由送中皇子一人一块糕点 特意给太子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 送餐的宫女顺利地将糕点送到了太子手上 就当刘盈想要吃下去时 却被姗姗来迟的吕智当场打乱 这位大汉皇后一眼便看穿这等拙劣的百姓 皇子的餐食一直是由御膳房提供 突然送来糕点肯定有问题 当即下令要让宫女吃下去 瞬间便让宫女吓破了她 眼看宫女害怕的样子 吕智更加坚定了心里的猜想 掰着宫女的嘴便要强行喂下去 然而就在这时妻夫人却带着刘邦刚好感到 吕智本以为会在这个女人脸上看到一丝慌乱 没想到妻夫人似乎从来没下过毒一般 请问娘娘 借妃做错了何事 装的跟没事人似的 吕智当即让人牵条稿 要验证一下绿豆糕是否有毒 到时就坐实了妻夫人谋害太子的罪名 然而她怎么也没想到 当妻夫人听说是绿豆糕有毒 居然当场便要以身试毒 刘邦在一旁阻拦 妻夫人都不答应 方上请赐妾妃实用 我实在受不了这天大的冤枉 若不恩准的话 我就一头抓死在这柱子上 亲眼看到妻夫人一口一口将绿豆糕吃掉 吕智才知道自己中奖 妻夫人一开始就没有下毒 她特意让人找毒药又故意露出破绽 就是要让吕智大闹一场惹刘邦不悦 然而 只是简单让刘邦不悦已经无法让妻夫人满意 她要吕智真的受到惩罚 借着此次被冤枉 妻夫人又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在房间里大哭一场 口口声声要让刘邦给自己讨个公道 终于夺去了吕智的一个封号 一个封号虽然对吕智不通不扬 却让妻夫人看到了除掉太子让自己儿子上位的机会 自从吕智被夺去封号 太子刘邦便常常到湖边散心 妻夫人直接让心腹将人推入湖中 本以为太子肯定会死 没想到却被恰巧经过的宫女及时救起 只是呛了几口水 什么 太子被救上来了 是 现在 你被抬到皇上那里 然而虽然没有杀掉太子 可因为太子不知道是谁推的 所有人都以为是投胡自尽 这番懦弱的表现 让本就对太子不满的刘邦更加的心存芥蒂 趁着刘邦对太子不满 妻夫人有意无意地提到了费力太子一事 让刘邦有了想法 你的太子心眼也太小了 一点帝王的气度都没有 日后他若计了地位 岂不顾了大事 很快 他便让人准备了费力太子的诏书 决定立妻夫人的儿子如意为太子 却没想到诏书还没颁布 得到消息的众臣便齐齐站出来反对 就连不善言辞的周昌也出来抗议 冲劲刘邦的寝宫反对费力太子一事 口吃的周昌虽然没有说完 也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刘邦想以皇帝的身份直接宣布费力太子 周昌还要抗议 可刘邦根本没将他这个口吃放在眼里 便要让人直接宣传 然而话一出口 丞相萧和便站了出来口口声声费力太子不行 若立如意 我等皆不能奉赵 我等皆不能奉赵 所有大臣都不同意 刘邦也没有办法 就算他强行立如意为太子 大臣集体反对也能将人拉下来 无奈收回诏书 不甘心的欺负人也只能继续等待机会